生活无处不太极 享受太极 享受生活 我是太极飞飞 今天呢给朋友们聊一聊太极拳的外三合 练一太拳的朋友都知道 练太拳一定要做到外三合 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 做到外三合确实也不容易 我现在呢给太拳朋友们说一个小方法 怎么方法呢 咱首先先知道是哪外三合 外三合呢是肩与胯合 肘与膝合 手与脚合 知道外三合了 首先我们怎么找 如果你在练一太拳套路当中的 同时三个外合都要做到 对于初学者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我们首先应该是从肩和胯 你在练习太极拳当中呢 不要考虑其他的的 就注重这一点肩和胯 首先把它合住 等你肩和胯 你能练了 合住了 你再去找呢 肘和七合 肘和七合住以后 你那个手和脚合 是不是就很简单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学习太极拳呢 一定要懂得一个方法 这样的话 你在练一太极拳中 才是比较又轻松又不累 而且还能做到位 太极拳的外三合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只有合住了 在练习太极拳中 才是一个整劲 你合不住 你走的不是一个整劲 架子是就比较散 比如 楼西奥布吧 楼西奥布 你只有合住了 你这合住了 这走是一个整劲 如果你合不住 这一走是散的 这就是不对了 没有整劲 我们整劲的话 在推手当中 是不是只有整劲 才能把人发出去 鼓荡直气吧 咱们出去太极拳呢 一下子做外三合呢 是很难 可以啊 先从练练 战装 装弓基本功 把装弓基本功练好了 身上的基本条件都达到了 你再续练习太极拳的 内三合呀 外三合呀 就比较容易了 好了 今天就给朋友们聊到这里 关注我 带你学习太极拳装弓 弓法一类的学习内容 这一切都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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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